我們往年的研討會的辦理 都是請大學老師或是專家學者來講 可是我們覺得說應該要翻轉過來 應該要讓實踐或是實務的經驗放在更前面 第三屆聽部落照顧再唱歌 健康文件站實務研討會 研討會上第一線實務工作者 互相分享經驗交流 所以今年比較特別 就是今年我們請各站的照顧服務員 機構負責人來講他們的經驗 所以總共有24個人 就有好幾個站 包括宜蘭 花蓮 台東 很多文件站的同工都到前線來 講他們的經驗 24位來自第一線的照顧員 和文件站機構負責人分享甘苦談 讓新手照顧員能夠了解 在照顧過程當中 所會遭遇到的情感問題 清水文件站的照顧員 他寫了一個 那有一天長輩就說 就在門口就跟他說 他要去看醫生 要去回診 在那段過程的對話裡面 他很記憶很深 是因為5月24號 然後長輩就說要去看醫生 結果6月1號就聽到長輩過世了 就在醫院過世 就讓他感觸很深刻 就是每次要經過送便當的時候 就會經過長者的家裡 他就有那一段很難過的感受 也覺得跟長輩的互動時間太少了 前輩的分享也讓現場參與的新手照顧員 更能感受到文件站其實也是長者分享彼此 生活經驗的重要管道 像我們文化健康站就是很好就是我們這一區的我們可以聚集在那邊 然後我們可以在那邊上課 運動 帶他們唱歌或是做傳統手工藝這樣子 然後就是讓長者們出來到文件站上面上課 研討會透過不同的主題 不同族群照服員的分享 不同的服務模式 讓照服員的食物累積 依照長者在部落生活的文化習慣 規劃符合長者們期待的活動 十六張照片 十六個故事 二十四位分享者提出來的服務故事 期待能幫助到一花東原住民族的部落照顧服務模式 於是新聞了 歐花人受封 採訪報道